110年花蓮第二屆市長杯羽球錦標賽 23、24號兩天是在花蓮高宮體育館開打 吸引了來自包括新北、基隆、彰化、宜蘭、台東等地的羽球好手 一共有537人報名參加 市長魏嘉賢表示期盼延續奧運羽球的風氣 透過賽事來提升花蓮的能見度 110年花蓮第二屆市長杯羽球錦標賽 23日起一連兩天在花蓮高宮體育館舉辦 賽事吸引來自新北、基隆、彰化、宜蘭、台東等地羽球好手齊聚 共計超過500人參賽 市長魏嘉賢和花蓮縣體育會羽球委員主委周財勝 也以多拍來回為賽事開球 花蓮市長杯我們舉辦是第二屆 但是一屆比一屆 參加的比例越來越多 那項目也越多、燈業也越多 那也是希望大家更加的來支持 花蓮市民代表黃達翔 今年以行動支持賽事 特別組隊報名參加 很謝謝市長 再次支持我們羽球的學生下上扎根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這次的賽程有連續兩天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所以這次辦的也是非常的緊湊 那希望我們的代表會、議會、憲服都一同的支持我們的羽球活動 總計這兩天的比賽裡面要有512場次的一個賽事 那在城鎮組的部分 那在此花蓮市公所也要感謝市民代表會的大力支持 讓我們的活動都能夠順利推廣 賽事分團體、個人、社會、學生、男子、女子組 共512場次 吸引537人報名 各組取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牌及獎狀 市長威家賢 期盼延續奧運與球風潮 未來有更多民眾參加 透過不同運動賽事 提升花蓮市的能見度 並行速體育城市的願景 記者蔣幫燕 花蓮市報導